台灣的電極系大學生 感覺很廉價 國外的感覺出去 都一曾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校園特派員 我叫做羅波尼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台科大一直以來 是以直接就業為文明的學校 但是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 選擇繼續升學 那讓我們來問問看 其他同學怎麼說 應該會升學 有興趣的東西 還是想要繼續學習這樣 應該會比較好 可能想先就業吧 想先體驗一下職場 我應該直接工作 想要直接就業吧 可能覺得 還沒有找到 適合我的 先學說話再找工作 國外的感覺出去 都一曾經 台灣的電極系大學生 感覺很廉價 我預計 起碼可以多個 一萬左右吧 最後一位同學 聲稱念研究所 起薪比較高 研究所至少多三四千吧 但他念碩士 好像不是貪圖薪水 我出來不知道幹嘛 有一些人 他念研究所 他是想要洗學衣的 有吧 就是啊 洗一下 那你有一個 逃避兵役的想法嗎 有啊 當然 謝謝師同學的誠實 結束了這一回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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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